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乱揣测 蓝英立委认为有国安泄密风险 要求检调调查 法务部和国安局都表示 在搜集资料当中 而调查局也将会对网路上所流传的郑文餐影片真伪进行鉴定 中共升高两岸紧张情势 英国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印太区域报告 市井两岸未来几年可能会爆发冲突 恐升高成核战 要求英国政府及军方还有盟友协调 为台海冲突拟定对策 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 视为合理的情报判断 当作参考 而至于国造前见预算没有被冻结 邱国正满怀感激 强调踏出这一步不容易 蓝白河出现新进度 国民党侯友仪表态 在时间来不及底下 就是进入到政党协商 民众党柯文哲也松口就诉诸政党协商 但在野整合也包含了冲刺联署的郭台铭 郭板肉直言和柯文哲阵营早就在联合作战 据民进党赖清德 被中国的国台办抨击是无赖 从台独疯子变成台独骗子 赖清德回应 不会因为中国谩骂 就影响捍卫国家主权的态度 秦政院通过了公务人员协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经销可以筹组特种公务人员协会 修法也扩大协会得建议协商及参与事项 但基曾认为 会员人数门槛依然过高 也质疑不得协商事项的部分 限缩协商空间 对此 人事行政总处就表示 足以妨害警销勤务执行安全的事项才不得协商 以巴冲突延续 阿拉伯国家代表25号在卡达进行会议 商讨如何因应加萨走廊的人道危机 主办国卡达表示 说服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哈马斯 释放绑架人质的谈判在进行当中 有机会很快看见结果 至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在25号发表电视谈话 扬言准备要发动地面攻击 而脆切时间或其他细节会由战时内阁做决定 美国缅英州 当地时间25号晚间发生两起枪击案件 分别是在一间餐厅和保龄球馆 目前已知至少是有22人死亡 五六十人受伤 当地警方公布了嫌犯持枪画面 同时让当地业者关闭 民众赶快回家并锁好门窗 以上内容由公式新闻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